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7月30日 禮拜一 為什麼我說這樣呢 也就是說 在禮拜六跟禮拜天的時候 我接到了幾個眾生 廣大群眾的反饋 讓我心裡面覺得也很傷心跟難過 現在先講一個例子 有一個香港的好朋友 他在去年的時候 覺得心情不是很好 跟他老公經常吵架 然後我在流年這個部分跟他感應 說可能會有很多的問題 很危險 他問了我的法經之後 他就說好沒關係 他考慮看看 結果昨天他就跟我講說 他老公走了 該怎麼辦 那只能超度啦 這是一個例子 然後禮拜六的時候 又有一個人說 師父啊 他的公司倒了 就是今年的年底 我已經跟他預知說三個月會倒 然後他也不相信 就尋找其他的方式 那可能就是說 因為我的法經比較高 所以說他們就尋找另外的方式 還有一件事情是感情的事情 通常找宣誠法師做的都是感情合合術 但是呢 他們也因為法經的問題 也就是說 沒關係 不然我等等看啊 沒關係 我再經營看看 有的時候 我們確實要神也要人 自己很重要 一切的事情 一切都是要靠自己沒錯 但是有的時候 需要法師 法師的幫忙跟協助 可以給你一個方向 如果法師跟法術是沒有用的 那流傳幾千年的法師要幹什麼 到現在就沒有法師了 也就沒有法術的存在 所以說法術它確實是有它的效果 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難關 不要因為小小的 一點點金錢財產 你可能失去了生命 破產或是感情失敗 這是我分享給大家的 錢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再賺就有 我們法師不可能去幫你 承擔你們的個人因果 業障 你們的所有的 做的不好的事情 所以法師一定要使用這些法經 去幫你消災解惡 去跟鬼神溝通 分享給大家 謝謝 消災解惑 消災期 消災 谢谢大家